《泪花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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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花流淌《泪花流淌》 《泪花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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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想办法马上解决 其实我之前是想 那个给他到那个 红十字协会想想办法 看看那边怎么样 那如果在红十字协会 答应我们之前 我们应该凑成 我这儿有个办法 如果张继芳他们 没找到这样的机构呢 我看看可不可以 以公司的名义啊 拿出资金来 成了一个慈善机构 这样呢不仅可以 帮助像妮子这样的 血液病患者 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 警方你说呢 这倒是个好办法 不过就是什么手续啊 这些特别麻烦申报还给你 麻烦不怕 关键是我们要用心 把这事做好 要用心就没事了 是 莫非你说 王哥 要不这样吧 你公司的事也比较多 跑手续啊这些都我去 反正学校里边我也没什么事 那 这样应该好一些 看着女人就是没有男人的熬夜 谁说了 我不是醒着的吗 你也是还没结婚呢 这跟结婚有关系吗 当然有一点关系 对不起 姐姐 你会开车吗 会啊 那这样吧 待会儿你开莫非的车 你把莫非跟你姐送回去 行 我呢 送京方 还有你回去 不不不 我这儿离我家十来分钟很近的 甭管我了 行 来 赶紧吃 吃完了开车回家 吃完了 吃完了 你给我给劲 吃完了 在这里 吃完了 吃完了 这你又能忘了 这不是 他这些天太劳累了 有些发烧 睡觉就好了 要是等他醒了没退烧的话 一定要肚子地打掉针 好 没问题 如果没退烧你给我打电话 行 王总 你人真好 过家了 张姐 你醒了 谁把我送过来的 王总 还有这些水果也是他送的 又去帮我接了 又去帮我接了 行行行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好好 再见 谢谢啊 好 喂 喂 警方 是我 监客王主任 王医生 怎么了 我本来想和萱萱说 可萱萱有事她请假了 所以 西曼的事吧 好 我马上过来啊 去吧 检查结果都写在上面了 如线癌晚期 而且已经扩散了 即使手术也无尽于事 警方啊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那 她还有多久 少折一个月 多折两三个个月吧 这个我也不好说 你知道吗 其实我希望 在我每一个患者身上 都能发生奇迹 是吗 我还以为做了手术 就会有希望 可是现在看来 好像真的一点希望 都没有了 所以咱们不能把真相 告诉西曼姐 可是我姐要是问起来 怎么办呢 只能先说 换眼结果没出来 以后再说以后的吧 咱买这么多东西 会不会觉得太刻意了 应该没事吧 方天 我等我忍不住那么慢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坚强点 好 好了吗 好 走 没事吧 走吧 来了 小阿姨 喂 方非阿姨 你怎么都来了呀 您妈呢 我妈去她另外一个孩子那儿了 另外一个孩子 对啊 妙妙空间呗 快去工作了 快请坐吧 阿姨们 先坐着 阿姨 好 沈沈 别让文文知道了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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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阿姨 嗯 我呢 做了一个决定 对啊 对啊 你们是不是 跟我妈一样 特别担心我呀 那还用说嘛 明天到晚的 什么时候让人省心啊 小姨 那是以前 我现在知道错了 哪儿错了 说说 嗯 我贪玩 也不好好学习 又不懂事 还老跟我妈顶嘴 惹她生气 所以 我打算 等我妈做完手术后 身体恢复了 我陪她出去旅游一趟 目前呢 我就好好地复习功课 考个好的大学 将来找个好工作 然后 再找一个 让我妈看着 放心的男朋友 结婚 生孩子 接她跟我们一起住 我妈那时候 差不多五十多了吧 估计身体还行 让她天天在家 看她的外孙子 这样的话 她就不会觉得孤独 寂寞了 好了 懂事了 要做到知道了 放心吧 小姨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其实文文 这件事对于你来说 也是挺残忍的 现在最重要的 你是要好好学习 其他的不要想那么多 对对对 我作业还没做完 小姨 要不你们先做饭吧 我先去做作业了 妈 好 好 姐 欣凡姐 今天这么齐 你们一块儿来了 想你了呗 那个 我 我去问了一下 结果还没出来呢 怕你着急 就过来跟你说一声 其实 说不出来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走 王文呢 走 在里面复习功课呢 那刚才王文说没说 她跟那个男孩子的事 没说 没有 没说没说 她她就说她以前 老人宁生气啊什么的 给我们在这儿做检讨 对 忏悔半天 我去看一下王文 我去看一下王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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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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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 把 equation 冷剩了 好吧 οι 喂 靜芳 阿姨您好 您最近好些吗 不好意思 我最近时间特别紧张 也没去看您 您怎么样啊 我可能不行了 阿姨你别胡说 你 你这样 我知道 你是莫菲最好的朋友 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你在关照的 所以 我想求你一件事 说吧您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就是莫菲的婚事 我知道 莫菲很喜欢王帝 很想嫁给他 自从我上见 看见他们 我以为 他们回去以后 会很快结婚的 可没想到 这么长时间 一直没有他们的 结婚的消息 我有点不放心 那 那这事您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我想麻烦你 多过心一下 他们结婚的事情 看来 看来 我是等不到他们结婚的那一天了 我想拜托你 将来 如果他们结婚 你就替我 替他们操办一下好吗 好 您放心 我一定去做 但是您也要助于您的身体 静芳 我要谢谢你啊 拜托您了 阿姨 我都记下了 这样吧 明天 我跟莫菲过来看您 您等我们好吗 静芳 静芳 谢谢你的好心了 不用了 你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顾 我这个老太太 什么时候走 都不希望再影响你们 打扰你们了 您记住我们一定要过去 您等我们好吧 谢谢 谢谢 您多注意身体啊 请客人 快 máパパ 快uk 快 aosdfları 快ガ a 快 快 真的吗 正如来 昨天我妈给你打电话 她都说什么了 还能说什么呀 就是跟我托付你呗 老人家就是这样 不管你多大了 她都拿你当孩子一样 不放心 对啊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为什么不把你妈妈 一会儿接过来呢 我跟她说了好多次让她过来 可她就是不愿意 她觉得这边没朋友好孤独 如果在老家 还有一帮朋友能陪着她玩 早上出去打打太极拳 她这么一说呀 我也就放心了 就没把她接过来 喂 小云啊 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呢 大概中午之前就能到了 莫菲姐 今天早晨 阿姨她已经去世了 莫菲姐 莫菲姐 怎么了 怎么了 莫菲 莫菲姐 你 类似 你 先冷静 先冷静 师傅麻烦你快一点好吗 您 您 她为什么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 让我看到最后一天才知道 莫菲 莫菲 我的好女儿 我现在 已经写不动字了 只能跟你说说话 真的不放心 留下你一个人 孤零零的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 不容易啊 不过好在 你有了笑笑 又有了王天 可得不到你们结婚的消息 我这心里 你知不踏实 真想看到你 当新娘的样子 一定是 一定是 最漂亮的新娘 其实 我一直觉得 那个阿峰挺好的 他是最适合你的人 不过 你选择什么样的伴侣 有你的自由 只要你 觉得幸福 你们能互相帮助 互相照顾 开开心心的生活 好好好好的 过完这一生 就是 我这个当妈的 最大的满足了 可惜的是 是 我不能去参加你们的婚礼了 多遗憾哪 好 喂 静芳啊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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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妈去世了 好吧 我这就过来 再见 乐乐 最近学习忙不忙 不是很忙 好 天这么热 我去给你买瓶水去吧 好 一起去啊 你给我去买 那你坐这儿等着我 啥小偷啊 啥小偷啊 满 干啥子 往狂给我 把尾板还给我 要不我报警 嗨 啥小偷啊 满 把尾板还给我 满 满 小狂猫糕子 小狂猫糕子 陈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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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呀 陈叔叔 我先前往前路了 最新莫菲情绪特别不稳定 莫菲呢 挺激动的在那儿 你去看看她吧 把这个时候让得自己领盈一下吧 他是 王先生 你先坐 好 陈叔 准备 formations 王先生 你这忙活一晚上饿坏 没事 你也累会了吧 没事 歇会吧 王先生 这莫菲 我说啥他也不吃东西 你看能不能麻烦你劝劝他 好 跟我来 谢谢啊 没事没事 谢谢啊 莫菲 来 吃点东西吧 来 慢点 慢点 来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也不要我了 你别离开我 你别离开我 没事了 没事 喂 我 陈叔叔 你醒醒啊 陈叔叔 陈叔叔 你醒醒啊 陈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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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乖 这儿不能见 那儿等会儿啊 陈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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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会儿 怎么回事 别哭了 陈叔叔 怎么回事 告诉妈妈 快点说 快说啊 快点说 怎么回事乐乐 你急死妈妈了 麦包六十 心跳下降 怎么样 严重吗 这拉夫失血过多 我们正在抢救 不过我们也有生命危险 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别哭啊 乐乐 你没听刚才阿姨说吗 那个陈叔叔伤不是很重的 你还来 你们陈叔叔也不会被打死了的 乐乐做得对啊 陈叔叔伤是为了保护我呢 方姐 怎么了 周阿姨 我爸爸不会死吧 不会的 不会的 别瞎说啊 你爸的伤的不是很严重的 别担心 先坐下吧 来 来 来 不会有事的啊 别害怕 别害怕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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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烤 王先生 王先生 多亏了您了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劝的 应该的 其实 多亏了你 我应该替莫菲谢谢你 这些日子把你累坏了 哪有啊 我是个粗人 我这做那么多事 都抵不上您说一句话 对了 我公司还有点事 您看我 爸 您有事您就先去忙 放心 这儿有我呢 那我先走了啊 妈 莫菲 莫菲 妈 莫菲 怎么了 莫菲 那个 我 我这么梦见她了 她说她是带着遗憾离开我的 我不想让她有任何遗憾 莫菲 人死是不能复生的 别想太多 把朕做起来 以后啊你能好好地生活 就是对你妈妈最大的补偿 也是她最想看到的 好好休息吧 你放心 我陪着你 啊 嗯 来 休息吧 啊 快 别叫 别叫 别叫啊 怎么样 手术顺利吗 手术很顺利 目前还昏迷中 估计问题不大 好 她怎么样了 睡着了 我先出去了 好 方姐 你带着乐乐他们 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由我来守的就行了 还是我在这儿吧 你帮我把他们俩带回去 陪他们睡一晚上 不好 我不回去 我要等着秦叔叔 我也要等着我爸爸去哪儿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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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点声 笑点声 别吵醒了 那要不这样吧 我明天给两个孩子请家去 行 那你别忘了啊 行 注意点安全 那我先走了 好 来 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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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快来 怎么了 快来看看 是发烧了吧 我看 这咋这么烫啊 怎么办啊 这 这怎么办啊 赶紧上医院吧 对对对 我去拿东西啊 莫菲 莫菲 这样子管用吗 我爸爸说这样挺管用的 只要咱们 这样看着陈叔叔 陈叔叔一定能醒过来的 大夫 她的情况不严重吧 病情倒是不严重 就是身体太虚弱了 需要留院观察 你看她的身体情况 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也不知道 你们这些做丈夫的 太粗心大意了 要多经常留意 关心她的身体 这 我错了 你醒了 是不是疼了 你醒了 是不是疼了 静芳 你辛苦了 看你说的 陈叔叔都是我不好 来来来来 别碰着伤口 没事 叔叔过几天就好了 别道了啊 我给你约了大夫会诊 我去把他们叫过来 在这儿陪着叔叔啊 走吧 爸爸 你疼不疼啊 你没事吧 没事 陈叔叔你真勇敢 乐乐也勇敢 我可以帮你的头吗 陈叔叔的头没事 来 警方 你怎么在这儿 莫菲病了 他怎么了 你们先过去吧 也许是因为他母亲去世 打击太大 再加上呢屡头劳累 免疫下降 引起了肺部感染 我这是带人 去给耳东做会诊 我待会后完诊了 我就过来看看他 耳东怎么样了 脱离危险期了 但是也还得小心 那就好 莫菲想喝重了 我给他买去 那多照顾他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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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琦 初音乐 作曲 李琦 晚风总是睡在 一露轻轻哼着 童年唱过那首首诗的歌 牵着你的手 一直走而走 我就走到小时候 那是我被握着的小手 现在体会了妈妈的感受 沿着时光去倒流 喝过去邂逅 看见自己纯真的淹没 能烦恼不放手 许多快乐被没收 什么是想要的追求 当再多的拥有 都填补满血口 才懂爱情的山龙 平凡温暖就足够 我笑中的红青天 请你告诉我 童年是来与当你 那是来与天 晚风就是学在一路轻轻喊着 童年唱过那首首喜歌歌 牵着你的手 一直走而走 一直走而走 我就走到小时候 那是我被握着的小手 现在体会了妈妈的感受 沿着时光去倒流 喝过去之后 看见自己纯真的淹没 但烦恼不放手 许多快乐被没收 什么是想要的追求 当再多的拥有 都填补满尺头 才懂爱情的笑容 平凡温暖就足够 我笑中的黑红青天 请你告诉我 童年是来遇到你 那时那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